作词 李宗盛 吃饭去吧 罗婷 你在这里感觉很不好是不是 对不起 我真的没有别的办法了 你那天说的 都是真的吗 所以我就是一组数据代码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游戏啊 生活情感模拟嘞 模拟的是你们那个世界吗 是 几乎一模一样 我在这个游戏里 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一个完美的人 就是很多女生 在现实生活中可怨而不可求的人 所以在这里就很容易是吗 其实也没那么容易 我可是花了快一年的时间 才把你的好感知加满到 回到这一切吧 是不是删除数据就行了 什么意思啊 没有意义啊 不管是对那些女性来讲 还是对我来讲 这都是假的 没有意义 不是的 你给我们带来光亮 带来温暖 至少对我来说是这样的 因为遇见你 我才有了希望 因为有了你我才不再孤独 而且不只是我 其实所有的女孩子 都是这样的 虚假的美好吗 就像我这窗外的风景 你不觉得你们很自私吗 你说的那些光亮那些温暖 是你们人类能感受到的 而我呢 我就是一个工具 满足你们那可笑的需求 我感受不到我活着的意义 懂吗 你走吧 回去好好工作 把时间放在属于你的生活上 卢婷你给我几天时间 我一定会想办法带你出去的 没有意义明白吗 卢婷 走啊 你不觉得你们很自私吗 我就是一个工具 满足你们那可笑的需求 我感受不到我活着的意义 懂吗 相信我 相信我跟我走 我默默支持了你六年 这次你发生了意外 我第一个站出来保护你 你现在居然在质疑我 你现在居然在质疑我 每当我感受到孤独害怕的时候 我就会想起过去 然后我就控制自己 不要去想不要去想 而是要改变自己 期待未来 没有意义明白吗 你走吧 回去好好工作 把时间放在属于你的生活上 你给我们带来光亮 带来温暖 你给我们带来光亮 至少对我来说是这样的 露婷 你说的没错 其实我们都是为了回避现实 才在那个虚拟世界里 寻求些许满足感 这确实是一种自私的行为 我们都应该 将更多的精力放在现实生活中 而你也不应该只是个工具任人摆布 在那个世界里 你也应该有属于自己的生活 大黄 老大交代的 房间稍微调整一下 等会儿 安美 我问你个问题啊 怎么了 你是用什么方法把这个窗户给安上去的 我怎么不记得有这个设定 大黄 就你这记性怎么当程序员啊 什么意思 这我录的 难道上次我给你的磁盘是别人录的 这 这是我录的 那我就不知道了 好好调整 华国Р Sharon 我专门 Nuclear officials 今晚工司应该没有人加班 我进去 roots 小活 应该不会有人发现 陆婷 一切来结束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